是种不断除妄言 众生无边是缘土 烦恼无尽是缘断 法门无量是缘血 佛道无伤是缘成 愿消散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长细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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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来到台南海边黄金海岸 这是最重要的 修行不离开我们的生口意 我们的身体绝对不要去伤害到别人或其他众生 包括别人国家财产 所以身体不杀生不偷盗 乃至不协盈 那么今天不但不协盈 还断除男女淫欲 我们的嘴巴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背后讲是非 不讲没利益的语言 我们的嘴巴 讲真实的语言 讲柔软好听的话 恨不恨 不能讲不好听的话 我们嘴巴绝对不去讲别人的过失 我们的嘴巴要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这句话 对对方有很好的利益 可以让他快乐 可以让他学佛 我们才去说 那各位这样听你知道 但是你要去做 故意要去练习 要去练习 以后你们可以骂我 师父你今天讲话不甜 你要准备一个巧克力给我 我要改变了 我要讲话甜甜的 又好听 你骂我可以 我不骂你了 现在请徒弟骂我 我不骂徒弟了 我要改变 这个叫修行 修行是你决心要改变 你不想改变 那这个修行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各位今天八观再见 要看到每天 看到现在开始 各位都在笑 好不好 握着对方的手 哈喽 然后呢要对他好 你们肯定面 我受了委屈 我老公昨天赌博书了 不回家了 我很伤心 不行的 所以我想八观再戒的意思 千万不要说 我不造恶 菩萨的八观再戒是 我要造善 我要跟他讲好话 我要让他快乐 我要让他极乐世界 念下来 永远爱众生 永远不让他受苦 永远称赞他 永远疼惜他 好不好 各位好啊 各位你老公有小三 没关系 我还是爱你 我还是尊敬你 因为你要给他留一个圆满的佛性 学佛最重要的 八观再戒 除了清静 他要我们恢复圆满的心 圆满的佛性 没有一点缺憾 没有一点愧疚 所以各位千千万万 不要给人家一个罪恶感 愧疚感 或认为对方对不起我 不能有 很多人说你是鬼 你不要靠过来 不会的 你是鬼 但是我的心是佛 你进入我的心 所以心佛众生 我终于昨天开悟 是在你内心里面完成的 让佛进入你的心 今天八观再戒 念佛 进入你的心 然后呢 让所有受苦的众生 进入你的心 不是在外面完成的 心佛众生 在你的心里面完成的 让他合为一体 如果你非常的拜佛 尊敬佛 在这个世界你恨一个人 你就没有佛在你心里面 你这个世界不能恨一个人 不能抱怨任何一个人 你只能爱每一个人 所以这一点 你要准备好 如果各位 我今天要讲的是 大乘的八观才戒 心佛众生 三无诈别 都在你内心里面 最温暖的心 去接受它 去让对方快乐 各位我想 为了对方 你要很激励 大乘佛教的修行 持戒不是压抑 不是约束 持戒是以这个为基础 去爱众生 去给众生快乐 去讲激励他的话 让他从地狱 你激励到极乐世界 这个一个念头而已 但是你不能排斥他 你是鬼 我不跟你讲话 你是魔 不行 那魔一起过来 魔 我告诉你快乐是什么 如果你有法喜 菩提心的快乐 魔也成佛 念一下 那么无称大悲 诸圆不动 不动如来 那么不接法地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 佛陀的 现在要讲六念法 要把佛陀的 所有的法喜 放在你心上 灌在对方的身上 灌进去 让他享受到你的法喜 就像 你很爱你的先生 你中了爱国奖励头奖 你要把这个法喜 持心 一直融入在对方的身上 一只猫 一只狗 超度是这样 就像你去欧洲旅游回来 好漂亮 你要回来跟你儿子说 儿子好美哦 好美哦 下回话你去 妈妈帮你出钱 就像小朋友明天 要吃好吃的 要去眼足 晚上睡不着 而且精神很好 为什么 明天太好 所以我想各位 不要有灰色的思想 也不要跟人家讲灰色的事情 因为那个是虚幻 永远激励对方 永远 自己受苦 佛陀最伟大 你的苦完全给我 我的乐完全给你 他不让你诉苦 阿弥陀佛也一样 那一次 待业往生 众生最怕恶业 但是阿弥陀佛把你的恶业吸收 把最庄严的精髓连花给你 就像观音菩萨 把生命的精髓甘露给你 阿弥陀佛把生命的精髓 莲花的世界给我们 但是到他面前 你所有的业 所有的烦恼 他把你吸收掉 你不用讲 讲的就是要诉苦 诉苦那就是痛苦了 各位要把握这个 凡是你见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你的父母 子女 这个就叫佛法 大乘佛教 视众生为父母 要从心里面 你不能就停在一个理论 所以要这样去对待他 所以我想 每一个爸爸妈妈要走了 他就是要看儿子一下 这是对的 每个阿嬷要走了 他要来看一下儿子孙子 他就甘愿了 我这样跟各位讲 八观摘戒是生口义 除了消极的 不杀生 不偷盗 不起烦恼 现在积极的 你要如何让对方很乏喜 很快乐 安慰对方 让对方离苦 所以阿弥陀佛教我们一定要念这个 念一下 阿弥陀佛 大乐心众 你要把阿弥陀佛的乐 传递给人家 跟我念一下 阿弥陀佛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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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一直在听 阿弥陀佛说法 然后这个莲花可以载他们到 十方佛净土去参访 然后这个莲花又载着他 进入母胎 所以让他享受到 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的快乐 就像一个爸爸 他赚了一辈子的钱 就是要把这个钱 交给他独生的儿子 要让他快乐 他知道他儿子愿意接受他的财产 这个爸爸就超度了 所以我们要接受阿弥陀佛的心 然后呢 让阿弥陀佛的心 在你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 你就会我爱众生 所以有个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你为什么要 一直念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 我说你注意听哦 他就看我 我好爱你 我就抱他一下 以后换你念 所以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四个字 清净的大爱 莲花的大爱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要跟我讲话 阿弥陀佛 我在念佛 你不要吵我 你这个人 你不懂佛法 你以后会往生一个 没有阿弥陀佛的 观五百年的 不错的地方 但是那边没有佛法 五百年 因为你见不到 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 无量寿经 讲得很清楚 发菩提心 一心装念 弥陀名号 要发菩提心最重要 谁都会念佛 但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是大悲为根本 无所得为方便 去爱所有众生 都让他们成佛 我这样说的意思 希望各位 今天八观再结 一日一夜 保持这个心 好不好啊 然后把这个心 用回你的家里社会 用一个礼拜 没电了 再回来充电 八观再结 要你七天充电一次 充电 你又充电了 然后你又继续爱 爱到没电再回来 然后要爱到 念佛三昧 不断地给众生快乐 不断地给众生发喜 所以每个人都要恢复 像小孩子一样的美啊 快乐啊 可爱啊 好不好 脸可以老啊 心不能老 我最喜欢看那个八十岁 牵着九十岁的 手的阿公阿嬷 在海边散步 好美 这个一定是净土的 好美 但是最大的 伟大是什么 牵着每一个众生的手 载着每一个众生 抱着每一个众生 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莲花 是在他的怀抱里面的 阿弥陀佛的爱 他爱所有的众生 你再怎么不好 没问题 待业往生 你杀死爸爸 没问题 来我这边就没问题 他没有排斥 所以我希望各位 千万不要排斥 千万不要跟我说 你爸爸对不起我 我妈妈对不起你 我太太对不起我 你有这种想法 那你是制造痛苦的人 制造对立的人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 甘心甘情愿的 接受对方 这样还债又快 然后又可以让对方快乐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你不快乐 你没有力量给别人快乐 你心里要像今天早上一样 我刚刚来啊 我吃了一个煎包 赞 喝这 喝了一瓶米凌 我最喜欢了 我一上来 太好了 一分钟之后 所以我今天精神很好 我觉得佛法叫什么 吃得好 对不对 煎包加米浆 我不能喝豆浆了 我来喝豆浆就拉肚子 一看 米浆 天啊 对不对 旁边还摆一个牛奶 弄 他想要叫我 叫米浆浆牛奶 还是说 师父让你选 所以 那这个就是佛法 不然我想说 今天传八观在节 拍名了 饿肚子了 要撑到中午了 所以 但是马上就吃好 马上就下台 睡两个钟头 精神好不好 没问题 尽力吧 但是我是希望 各位要 把佛陀的心 佛陀的法喜 爱众生的方法 学活就是培养 爱众生的力量 爱众生的智慧 如果你没那个习惯 那没关系 现在培养 一天一天培养 培养一天 培养两天 就会培养 我想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们叫什么 来 掌养慈悲 对 没关系 生气了 培养一下 退一下 休息一下 再进步就好了 因为没办法 马上做好 如今是帮助你的心的 深入精脏 进入你的心 让你的心圆满 快乐 柔软 接受 那这样就和平了 所以你身上生病 快乐 接受 它就改变了 它不会跟你打仗了 你一直跟它排斥 打仗 不甘愿 那你就太痛苦了 要爱就爱到底 不然呢 就不要去爱 你要修解脱道 可以 但是你要修菩萨道 这个人我不喜欢他 不喜欢照爱 这样就好了 你把他当佛陀 你把他当观音菩萨 你把他当妈妈 你把他当妈妈 你去爱他就好了 所以这样就可以改变 各位 听清楚了没有 我一定要念出佛的慈悲 感受到佛陀的悲心 从你生命里面表现出来 各位 你要为众生念天 把天上的快乐 布施给众生 所以你要知道天当的快乐 包子的好吃 米浆的好喝 豆浆的甜 你都要懂 花的香 人的美 你都要懂 因为布施给他们 记住 所以各位 今天你吃一顿 好吃好吃的饭 你坐到一个 很舒服的椅子 捏下来 把所有的快乐 也不断的制造快乐 给地狱到 好不好 给饿鬼到 和非洲可怜没饭吃的 所以你吃的 你故意要吃好吃 不是为 为对方 不是为自己 为对方 我吃的最好吃的 我要把这个味道 供养给地狱到 好不好啊 当你牵着你孙子的手的时候 把这个快乐 布施给那些孤魂野鬼 你知道孤魂野鬼 我有一次想到 心肝快裂掉 我有一点感受到 他们的苦 天哪 几千万年 孤孤独独的 在想着他最爱的儿女 然后他的心就一直裂 然后就不能死 哇 各位你不要下去孤独地狱 你会 你没有办法接受的 他那种孤独 他那种痛苦 所以 当你牵着你儿子的手 当你抱着你老公的时候 请你把爱给他们 佛教不是叫你不要爱 各位是在家居士 你们可以布施爱 我们出家人 布施慈悲 下回我算了 我抱一只狗来想 然后你要把这个 小狗的可爱快乐 布施给他 可以 所以 而不是切断他 不是切断他 把他提升 把世俗的美成为净土的美 把世俗的爱成为一种净土的慈悲 你要布施给对方 所以 各位一定要找到那个点 那那个点都在你左右 很简单 把佛陀的心放在这边 用佛陀的心去爱别人 好不好 很简单 你喜欢拜地藏王菩萨 把地藏王菩萨的心放在你这边 然后每个人都是你的妈妈去呵护他 把阿弥陀佛的心放在你这边 每个人来 冰至如归 欢迎到我家来 我家有温泉 八公壳水 别墅给你住 七宝琉璃 土地给你采 黄金铺地 音乐给你听 这么多鸟 五根五粒八菩提 七菩提支 然后你就超度了 天天送你去其他佛的净土 所以你要把这个你享受到 这个叫大乐心咒 这个叫念佛三昧 布施给他们 布施给无间地狱 所以好吃的 好喝的 快乐的 完全布施给他们 你说那个不是佛法了 佛法要断欲望 因为他们很苦 你就布施给甘露 甘露给他们喝 他们饥渴的钥匙 所以观音菩萨的甘露 不会间断 一直在滴甘露 吃了即解脱 所以各位要 要原来大乘是利他 而不是约束自己 慈悲才是戒律 帮助众生才是戒律 让他快乐是戒律 你让他快乐就超度了 对不对 给他面包 给他好听的话 给他漂亮 那天渡那几个女人 你看 衣服一穿都升天了 可美了 哇 黄金珠宝 衣服给他升天了 你不能给人家一件海青 我闯了一个极乐世界 你给他海青 他变鬼 我跟你讲 你不能把自己的方法 你要用对方的方法 用对方的方法 所以我想 我现在变成 变成 变成反正 24小时 要管超度 要给人家爱 对 然后要去 每天帮助别人 睡觉越来越短了 但是 这个短 就是让你充分的去使用 所以 各位今天主动来参加八观摘节 快不快乐 你看 那边还有上海来的 他跑过来的 人家坐飞机来的 对不对 追着跑 我们要去受八观摘节 我们要去听佛法 那我要负责快乐 不然我要负责什么 对不对 所以 你还有那个法系 就像我来见各位 我必须很快乐 对不对 因为 大家相见欢 为什么 要去净土了 我们又不是要去哪里 不是孤木搞灰的 我要去做阿罗汉 阿罗汉是 我早一点死了 我不要活了 活得太痛苦了 那我们做菩萨是 活得快不快乐 因为帮助众生 才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 但是我要求各位 回去让你先生很快乐 好不好 回去让你太太很快乐 回去让你家人很快乐 回去让你的公司很快乐 因为你是佛教徒 不要讲他的缺点 不要念他的缺点 你存在的目的 让你的先生快乐 让你的太太觉得你很爱他 他就会拜佛 了解吗 他就会学佛 你千万不要排斥他 我吃肉 我吃素他吃肉 我讨厌他 那你会很可怜 那你跟我说 那师父离婚了怎么办 那你不会去爱隔壁的独居老人 我抱几个给你好了 还是流浪狗 反正这个世界要爱的东西太多 你可以去爱 哦 师父晚上没有到场共修 我刚刚跟你讲了 我发现了殡仪馆 人家二十四小时通宵了 哪里没得念 还需要我们去那么恨啊 所以各位 没有理由不修行 没有理由不快乐 只是你懒得快乐 所以保持精进 你不布施不快乐 布施才会让你成佛 从今天开始发愿 没有一个众生因为我而受苦 好不好 尤其嘴巴 尤其嘴巴 千万不要用你的嘴巴或眼睛 去瞪人家 去讲人家 好不好啊 你不要说 义正持眼 我又没杀生 我又吃素 我这样 哇 你的脸像鬼 你以为我不杀生吃素 你就有在修行啊 因为你没有爱 因为不忍对方受苦 像我的儿子啊 他一感冒啊 我就 我就没办法睡觉了 我的心脏就跳出来了 所以我后来 我跪着跟我儿子感谢 我说儿子啊 你是我生命的老师 再来就是我妈妈 我妈妈只要一点痛啊 我就要裂掉 我从小就是这样 我妈妈心情不好 我妈妈胃痛 我妈妈吃不下饭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不是执着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要往生 我就快乐到不得了 她没痛苦了 她没痛苦了 她完全没痛苦了 因为我妈妈活着 就是为了生我下来 生一个和尚下来 我不愿意她受苦 所以我努力的 让她没有一点点苦 所以我才知道说 这个叫悲心 这么爱她 儿子给我持心 妈妈给我悲心 所以各位你要有对象 爸爸给我尊敬 我爸爸我太尊敬他 他是一个最优秀的人 最严格的人 没有人比他头脑还好 没有人比他眼睛 像老鹰一样的准确 这样他才可以教育儿子 不松散 专注 专业 我从小就是专业 所以因为要训练自己 才能够去服务别人 所以各位要念这个 念法 所谓法 释迦牟尼佛帮助众生的 所有的法 你要会用 地上菩萨怎么帮的 尊圣佛母怎么帮众生的 祖师大哲怎么帮众生的 你要会用 去学习这个方法 所以各位要记住 全断云域 当然我还是要讲 有一位菩萨问我说 他老公对他很热情 他都不能守八万灾戒 我说 这是你修行的助言 他不是你不能守 当你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他抱着你的时候 他抱着佛陀了 你要观想 他抱到了什么最美的佛母 你让他 你让他感受到这个 你要去观想 因为你是在家人 你可以这样子做 你一排斥 你也痛苦 你老公更痛苦 那你干嘛要结婚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今天我是八观摘戒 这样 你怎么跟你老公说 今天我是八观摘戒 你只能说 今天 好 我让你变菩萨 让你今天就超度了 你就对他好 对他温柔 这个是菩萨 菩萨不能硬邦邦的 叫法子 菩萨是 让对方 这个快乐 这个动机 是让对方能够离苦 你好好陪你老公去散步 去吃素 他喜欢看电影 你就陪他看电影 他就会跟你一样 守五劫 吃素 你不要说你去你的 我要去拜佛 对不起 梁皇宝灿 七天不见你 老公去死 你要说我陪你去 你要让对方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你老公要抱怨你 那你就挨打 像我老实说 我要出家 这前两年 我让我太太成为世界上 最快乐的女人 最美的女人 我每天就是对她很好 因为我要出家了 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对她好了 所以 当然这也有个好处 让她永远忘不了我 让她下辈子再来找我 然后我再度她 但是我不留给她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 就不是说我要出家 就把它切掉 不是 所以 我只能说 我的心 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离开你 但是 我能够修行 也是因为你 我要供养你 因为我爱她 我也知道我尽量用这种方法 我爱她 她才会爱我的爸爸妈妈 她才会爱儿子 她才会快乐 只是我做的不太成功而已 只是我有这个心态 我做的不太好 所以 但是各位 方法我会 所以当然要透过修行 透过修行 所以我现在也要 我经常都回向给她 后来我就想说 我天天回向我妈妈 我居然没有天天回向我过去太太 我搞错了 我要每个都回向 每个认识的都回向 所以各位 从现在开始 每天晚上你就会感觉到 嘿 有一股力量 海盗法师在跟你回向 因为我说 因为我见过你 因为我见过你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 每次到机场 很多人在飞机上 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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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 供养 所有的功德 让对方啊 连睡觉都在偷笑 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活着的意义 所以我告诉各位 来 你自己一定要快乐 才能够不思快乐给别人 记住 你一定要快乐 喝水喝得很甜 吃饭吃得很甜 睡觉睡得很甜 因为你才能够把这个甜 不思给众生很甜很甜 很快乐很快乐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 甚至你看佛像 最美最庄严最好看的 最庄严的不思 谈诚 把这个供养给恶鬼道 让恶鬼道变成谈诚 变成莲花 那第一道里面充满甘露 佛钱的一切 所有的供养 都是要给的给他们的 供养他们所有的庄严 最美的 所以你的眼睛要变最美的 你的鼻子要变最美的 你的嘴巴要变最美的 因为你24小时 都在供养最美的给别人 这个叫大乘的念 保持这个正念去帮助 但是对自己呢 守戒律 守戒律不是